各位第一期觀眾大家早 又來到我們鳳凰蜜的時間 我是何懷真 昨天再來開盤 五一勞動節又多補價一天之後的禮拜二開盤 哇 繼續跌 繼續跌 而且又再一次 跌破8000是再來到快8200 實際上這大盤最低是來到826鎊 我在之前有跟大家談過 說大盤這個跌跟實際上個股是完全沒有連動性 就算大盤大漲 你也要小心再小心 反正大跌的時候你在之前會賣的 這地方當然是你可以買更多 那這完全要取決在你的選股上面 不是多跟空的道理 我說既不空也不多 你要選什麼股票可以讓你加倍奉還 有錢賺為什麼不賺 不知道你昨天說的大概跌哪些股票 是不是懶得跟你談 我知道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問題 台積電 對不對 包括連發科都大跌 難道這些股票在之前 如果合環正有叫你進的話 對不起你 對不對 當然是沒有 而且我還跟妳講說避開 台積電已經來到160塊的時候 我還特別告訴你 這個真的也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我說這張股票實際上什麼意涵 他告訴你台股會來到1萬點 但是他常常會掩護什麼出貨 那時大盤已經來到8800 所以我告訴你你一定要不要再自行做買入 我怎麼說話要湊聲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人 就算大盤大跌 你看我節目最好保個平安血吧 你只要聽話就好 但是真的要聽話很少 你沒有嚴控風險 真的這個大盤大跌對你來講沒有意涵 因為你要報上報下 就算台積電的意思告訴你 來到1萬點 老師大盤有機會來到1萬點 當然一定會 而且一定會 你不能等著看下去 一定會來 但是畢竟大盤本身 台積電已經交代完畢之後 他本來我就告訴你 台積電你不能買他嘛 他會掩護出貨很多股票 你要買什麼股票 對不對 當然現在要買股票不能做空啦 要買什麼股票 一樣是電動車概念 我幫你這一段時間放假期間 然後禮拜一 包括禮拜六 包括昨天早上禮拜二 你看我節目 我哪有跟你問說電動車概念股嗎 是他昨天5月3號都還有大利空 但你相對比較一下 最後不小心 大盤還是跌了快100點 收盤的時候跌了83點 但是這檔F貿連 不是來到187塊收最高 所以利空測試那個底部才是真的 真的也假不了 假的真的不了 包括這張股票真的說實在 買我也告訴你 告訴你不用怕也不用怕 包括要賣我也告訴你 包括後面是不是又又又又又 你看相對比較大盤 我們現在都不要講說這個 你現在看我的節目來講 大盤從3月底開始跌對不對 那天來到哪裡 8804點 跌到昨天的8268 總共跌到536點 我的股票 我們都不要講賺多少錢 我的股票絕對不會讓你大賠 因為第一我沒叫你買台積電 第二我沒叫你買聯發科 而且我還叫你賣掉很多股票 包括我們在比較 我叫你買的股票就好了 我們現在都不要講說我們做空或做多 都不講也不要講做空 我現在是全力做多了 那我們在上個月3月 在上個月3月底的時候 我特別告訴你 把很多股票賣掉 只買一檔F帽連 包括就算你買河大 買上緯黃田跟紅杰科 哪一檔讓你賠到錢的 紅杰科昨天還很多人 一直在跟你歌頌紅杰科多 跌升大反彈股 他們叫你賣掉最重要嘛 對不對 76塊沒賣掉的話 你憑什麼紅杰科昨天上漲 跟你有什麼關係 包含他有沒有買進來嘛 這家會買會賣嘛 包含你在比較 這個股票你都不用講說 大盤跌了500多點對不對 我的股票有沒有讓你 讓你避大跌 最少你沒有風險 有沒有跟你嚴控風險 我們再來談未來 因為你一定要先 在下跌過程裡面在看得出什麼 你的股票要比別人更什麼 更有 但值得嘛 就算你 我的股票 不要說賺多賺少 我的股票不會讓你賠到錢的啦 那說實話就功德一見了啦 再來談怎麼加倍奉還 那我們本事可以講加倍奉還 對不對 所以說投資朋友 你看我節目過程裡面 你最好真的可以穩穩當當的 在今年可以安倍計畫 尤其大盤有大跌嘛 你才有辦法進場買低點 就拿這道F帽連來講 你自己看看 你看看 好現在他昨天的最低點是178 178 連三月底大盤在8800點的時候 他是165塊 161塊165塊我帶你進場的 你昨天說實在你要買個165塊 都難上加難了 他最低來到哪裡 來到178塊 178 尾盤馬上又又又又回去了187塊 10塊錢耶 如果你老是看不懂的話 看到這邊大利空的話 告訴你哇你要賣出要賣出 你就毀了 昨天 昨天早 昨天5月3號 早上8點鐘不到 感謝他 告訴你 這個紅印公益鏈又步步進逼了 F帽連 把我核大的訂單 恐要分給別人賺 對不對 把我目前是獨家唯一的公益鏈 但是因為單子太大 他要分到第二第三線去的工藝商 你開玩笑 你覺得這個消息是真的還假的 當然是真的 早晚一定什麼 一定會有人來 請食這個市場 但是 還沒這麼快嘛 我跟你講說這個餅很大嘛 就是人家吃不下 但是如果你真的 就像常常跟你講 你要東西是技術門檻真的好的東西 還是你要去看那個 那個 那個阿里布達的東西 想像二線 二線廠跟三線廠跟一線廠那個差很大 現在很多人都講求品質嘛 所以不是這麼容易可以進入了 而且那車子 開車那個是安全性要相當高的 那不能開玩笑 那個會死翹翹的 所以這怎麼 怎麼 怎麼可能是一般人就可以切入的嘛 一定要經過認證各個方 因為最少還有一兩年的時間 所以這個消息是讓你是不是去測試那個底部的 最大的什麼 最大背後的壓垮最後一根到的 你看看他壓下去會怎麼樣 就 跌一跌不下去 何況在節目的過程裡面九點鐘之前 真的說你多幸福喔 不知道昨天有沒有看我節目 你沒有看我節目 你昨天看消息的時候 我節目也在八點鐘的時候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在轟天 對不對 的時候 是不是在 是不是什麼 你把它停輪掉 你說你買什麼位置回來 這要賣等尾盤嘛 187嘛 這什麼多10塊錢 何況真的說實在 你看你啊真的很幸福啊 我在我們禮拜五就 接禮拜六禮拜一都放假嘛 你也知道嘛 我們禮拜五就預錄告訴你 不要怕 那天收盤收回來 4月29號最後一天 184號說不要怕 一張都不要賣 你已經沒有賣掉 你沒有跟我賣在220的人 你這地方在賣他有什麼意思 而且我也跟你講220賣掉了 我已經賣掉了 我連賣都有告訴你 所以你會買 也要會賣 會賣你才可以辦法什麼 現在買來跟你談這張股票 F茂蓮 對不對 幫我跟妳講大膽買不是賣 不是賣 因為他的一個法人成本全部在這邊 還特別給你畫這個圈圈 對不對 最近等到哪裡 最近等下178塊啊 你不是很會看線型嗎 那條是什麼線 要記線啊 我說老師那股票來這邊 對啊 你不是你要尊重你的線型啊 為什麼當然可以用啊 因為他是一檔有成長動力的公司嘛 這種是一種真正所謂 你所謂的多頭隔金 難得的回檔的修正波 你可以買更便宜 你可以買更多 因為他公司的成長動力在 如果你不要去畏懼 這邊新聞報告跟你講的東西 而且我一直跟你強調 第一說實在 這個同志到現在都還不願意跌 你看很可不可怕 他已經漲得沒完沒了 去年還不是猴簾耶 猴簾的時候他已經怎麼漲了兩倍三倍 你有這檔股票的 你管大白怎麼樣 你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難得今年要碰到 F茂蓮 你投資了那時 去年投資了F茂蓮 那時同時兩檔股票 一個馬上天堂一個馬就嚕嚕不動 今年他開始動了 你又開始怕他 所以既然同志可以這樣子 你要恨不得你的F茂蓮有大跌 你才有辦法什麼 才有跟他們買啊 這樣客戶說 你買這個地方 人真的說來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 F茂蓮 這檔股票是不是讓你賺錢 包括大盤三月底到現在 跌了五百五六百點耶 沒有還是一樣賺錢 所以為什麼哪有空哪有多的道理 我跟你講真的啊 既不多也不空啊 你原來有時太 你執迷在那個空跟多之間喔 你會沒有錢可以賺 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跟我這樣做 因為這個地方在選股第一 你才有這樣的加倍奉還 而且尤其你很容易緊張喔 把股票越擴越散的 你趕快要把這個電話撥通 因為為什麼電話撥通有什麼好處 因為你本身需要有人提供一個 盯緊你的股票 包括買 敢大膽買 買多一點 敢加碼的 而且持續爆到什麼 215 220 你每一張 每一張F茂蓮 你看節目過程裡面 你賺多少錢 你告訴我 這還是今年的一個月內 行情最難做 因為大盤這些是下跌嘛 當然是不好做 但是F茂蓮有給你錢賺就好了啊 我都還不跟你講說做空什麼股票 你也知道我做空什麼股票 我都做空洪傑克跟上緯啊 唯一黨黃田 黃田有沒有 一兩塊錢 不要那麼計較 一兩塊錢短套一下會怎麼樣 何況黃田還曾經創新高 只是量能不夠我也跟你講過 那還沒正式開始而已 但是你說從這張的報表裡面 你看出什麼 你比較大盤就可以了嘛 跌了536點 3月底到現在大盤最高8804點 來到昨天8268 536點 單單這些股票 你都不要賣掉就沒有關係 你只要跟著我這段時間的一個價位 去買進你的股票 我請問你 哪一張股票讓你賠到錢 裡面有跌升反彈的股票 跌很升的股票 我也幫你救回來 黃田 黃田就不談了 黃田三萬三萬一定要看 一定有行情的 怎麼會沒有行情 那最可惜的地方就是量太少而已 公司法人都不願意賣我怎麼辦嘛 當然F茂蓮不一樣 有量有價喔 大盤雖然沒有量沒有價 但F茂蓮 你看昨天 他上漲都每天 善加利用你的股票 不好意思要跟你這樣講 接著來講 我常常跟你講說 F茂蓮電動車 我們是專賣店 你想要好好賺他個兩倍三 有沒有機會像同志一樣 我跟你講那個機會大得不得了 同志絕對不是唯一的一檔 我跟你講 因為今年猴年才真的漲得沒完沒了 為什麼大盤會跌 本來520就會跌嘛 你有沒有想想看 為什麼520之前 不要520之後跌就好了 之前跌有什麼關係 你要很開心啊 何況我們全力講這個東西 你自己看看 我在規劃F茂蓮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跟你講過 F茂蓮第一目標價200塊 200塊你有沒有賣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這第二目標價220塊 我說他未來會超越比價 超越2228的借寧 昨天再次印證給你看 2228的借寧在哪裡 184 F茂蓮呢 已經超越賤寧了 正式印證給你看對不對 我那時候有跟你講啊 包括那時候真的說在 在賤寧在大漲的過程裡面 我就特別跟你講 沒有關係 你錯過賤寧沒有關係 因為那幾個賤寧已經來到205塊 我說加碼F茂蓮 你看哪一個股票好賺錢 所以哪有股票 股票只要會選股就好了嘛 同樣都是電動車概念股 F茂蓮有沒有賺的比借寧來得多 我在電動車都跟你講這麼明白 所以你知道做什麼 比如說老師你為什麼會知道 當然你要去評估嘛 我常跟你講股票 人家就是有人要買多少嘛 不知道你要有量有價的股票 開大門走證的股票 再加上一個 我會幫你嚴控風險 不要去幫人家抬轎 包括你要懂得去解讀 報章媒體的一個訊息 就這樣子 今年喔 電動車我一直跟你講 你就第一名的就是F茂蓮 第二名就是核大 就這樣簡單 那核桃當然只能續爆 因為它沒有正式噴出啊 那F茂蓮漲 核大就跟著漲啊 所以股票真的算很奇很妙的地方在哪裡 它就像人的個性一樣 一元米是百元人耶 它是不一樣 它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但是裡面有什麼 有暴力給你賺耶 你不要只賺一點點 對不對 你要賺多一點 不是行情漲跟跌的到你 這個地方真的它很多背後的辛苦 不是三元兩里可以跟你談的 這邊來講 那這個行情來講 有什麼好怕的 大跌就是給你買更多 所以一樣 今天真的最重要 因為這個地方行情 你如果只問我說老師 你這行情還要不要空 我不敢空了啦 520都快要來了 我怎麼敢空 可是老師大盤破線了 那你自己看破線我就看不懂啊 我現在不敢空 我跟你這樣講 三月底我告訴你 大膽的把它賣掉 你講這麼客氣了 如果你不甘心 可以做空洪捷科做科上尾 做空可乘 聯發科對不對 我都跟你講到這邊 不知道台積電 我都等一下下一段階段都有資料 可以印證給人家 這些股票真的說實在 有些股票 你已經不只不能賣 就像洪捷科來講 你看昨天來講 56會跟人家只跌就只跌 他們跌下去 不知道上尾 我們已經做一趟 來到127塊已經賣掉了 又乖乖的回去 什麼時候可以再買上尾 今天可不可以買 我也很想告訴你 那洪捷科老師還不會續報 我當然知道你的問題啊 你把電話撥通 你手上有很多股票 散家利用一下 不要讓它報上報下好不好 很可惜 那回過來跟你談 今天的特工上選股是誰 等一下回過來再跟大家談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超越極限 十分完美 HTC 10 遠傳4.5G超級三屏 HTC 10 7990 再送音樂饗宴 超越大盤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長勝軍 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級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迈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零耳2578-3777 2578-3777 戲劇好物 趣味設計 居家生活 創意商品都在TTV iShopping 上網搜尋愛品網 吃完我就不要我了 Baby 我不是你的Baby啦 你怎麼藏了甜頭就走 來兩粒Extra 和黏人的食物說分手 牙齒變乾淨 笑容更自信 我的心快了一個高 吃完喝完教Extra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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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森寶屋中聯群 買房 汽車等你抽 大家好 我們第二個單元 回來這個單元有沒有跟大家談 你想有些股票不會漲的 你這個地方來講 你就不要一直跟他多做文章 這樣好不好 你可以用 這個地方應該這樣講 如果你手上有資金的人 你要去注意當股票 叫大力光 蘋果乾淨股沒這麼爛 大力光本身到現在 有沒有要回到2300 現在嚴格來講 他昨天大盤大跌 他一領先告訴你什麼 他告訴你 依然說大盤就不會跌了 隨便你像不一樣 可是大盤跌跟漲 跟我來講沒什麼關係 我跟你講大盤漲 還是你很多股票不能買的 但是大盤會不會漲 你大家看大力光就知道 大盤只要大力光持續漲 大盤就如同7627上來那波一樣 我已經說了要炒生意 你一定大跌的時候 你一定不相信 等他漲上的時候 真的老師 那時候7627如果買不知道多好 但是那時再回去一次 你也不會買 但是問題在於說 你要去注意大力光 昨天是不是又什麼 他已經來到2300又再次再現 所以大跌 你買的人不是好賺錢 他最低這波來哪裡 4月25號是來到2135 你看線也是破線 那我問你一下 這個股票是空頭股是不是 你說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那個大力光以後 會不會跟宏達電一樣 像以前你講了1000塊 跌到現在剩不到100塊 我說哪有那麼厲害 我說大力光跟宏達電不一樣 你不要隨便對號入座 他本身有他的國際地位 包括你自己看嘛 你看看這張股票 看法人現在法人都在賣 他大力光也有賣 但是賣完之後 他馬上又買回來吃回來 代表這個股票本身 你不要 他大跌是空頭 他本身是大跌 而且說實在是大跌過喔 法人都是賣完馬上買回來 告訴你什麼 你要在做駕超也不敢賣 那你這地方在這邊多做文章幹什麼 在講大力光告訴你什麼 這就是一個資金的流向 告訴你蘋果肝靈股沒有這麼爛 但是接著來講 你以前有講過聯發科 現在有沒有救 聯發科對沒有錯 聯發科如果你持續問我的話 這張股票是勸你不要買他 因為我一直跟你強調 他第二季不是主流嘛 就是他反彈你要 他沒有賺個2、30%、40% 最少要好賺錢嘛 你的股市就是有錢賺好賺錢 你就一定要賺錢對不對 是這個原因 你要為這個而來嘛 這樣他有辦法 倍數的獲利幫我加倍奉還 如果你說實在你沒有錢賺 你在那邊牛屁股 我們就不要操作他嘛 你這樣可以同意嗎 雖然你自己看到第二季不是主流 而且我在那邊告訴你賣掉 昨天還有人來問我聯發科 老師你聯發科 那時候跟我們講過這個地方全收了 那我請問你全收你有賠到錢嗎 把我現在說實在 聯發科還是他長期的底部 但是我勸你不要買 因為你把錢放在聯發科上 可能他賺個10塊20塊 你倒不如把錢放在哪檔股票 直接送給你啊 就可成了 為什麼 聯發科現在是210塊 我寧願你換可成 我跟你講呢為什麼 因為可成去年賺了32.6 一樣兩檔股票都是什麼 都是很重要龍頭股嘛 但是聯發科實際上他本身就只賺了16塊 不到20塊 但是所以你這樣一比較之下就看得很出來 我們是 我如果是你是有錢你會買什麼 當然是買可成來配股配信 這個嘛 相對比較一下可成賺30幾塊 我當然寧願把這個錢買可成 我不會去買聯發科 可成也是在220-210左右 這種股票投資下 你的相對比較的時候 他比他賺得多一倍 我請問你 我這樣跟你規劃的東西 你就會合不合理 所以有時候東西不是說 因為套勞一定要補哪一檔股票 是你哪一檔股票可以讓你有錢賺 甚至可成這種股票說實在 一樣嘛 你就看大力公怎麼漲嘛 可成就會後面跟著上來 就是說就一樣的道理嘛 大力公都已經不跌你的可成會跌嗎 跌個一點點又怎麼樣 大跌又大買 這種股票反而是真正的 你的未來的機會 你一條深路 所以我跟你講說 我給節目跟你掌握是跟別人不一樣 我會賣也會買 而且我的選股 永遠都是讓你什麼 開大門走路 都是一些法人的最愛 為什麼 你要去評估一檔股票的未來性 有沒有國際地位啊 對不對 那包括從這個地方看出什麼 就聯發科這個地方 我就跟你講他不好賺錢 你如果說把可成留下來 在這個地方 等一下做加碼 如果你有聯發科上那種 這種龍頭股的一些問題 機優成長電子股的一些問題 我就這樣跟你講 你可以選可成 但是不能選台積電跟聯發科 你可以選大力公跟可成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就講得很清楚 所以從那地方告訴你 我們節目是很可看的 因為我不會跟你講一些胡說八道 跟你解釋台積電下跌幹什麼 這沒有意義嘛 其實那個東西真的說 對你荷包一點幫忙都沒有 你有本事 在三月底 好不好 這檔聯軍 你看到 那時候他在漲的過程 我一直跟你 我一直跟你講喔 你趕快賣掉喔 你誰不叮噹 我就沒有辦法啦 對不對 那時候他漲到191塊 我還跟你講說我已經賣掉了 這張股票是我們今年 七六二七上來 一檔新春特別節目送給大家 鳳王秘密的一個節目裡面 你只要看我節目的人 每個人都可以賺錢的 你最少可以買在 最多最多買到126塊 因為我是公開跟你講 126很好買 漲到191塊 你每一張都可以賺70塊錢 而後出我一樣也告訴你 賣掉180塊 你不會吃虧的 你不會吃虧的 等到回補153塊 才是短線上的支撐點 而就乖乖的回來 如果再回過去看 在這個時間 剛好整整一個月 但他下跌的速度 真的相當的快 真的相當的快 你只要相信我 什麼都不要看 一個月這張股票 你10張的人 你賣180塊 這一段賺70塊 而後下跌的過程裡面 你賣掉 在這個地方來的話 你可以做空啦 沒有關係啦 你這地方是怎麼回來 回來這一段怎麼算 那隨便嘛 又30塊 所以錢是很好賺的 只是你一定要把動作做出來 有錢賺為什麼不賺 我常跟你講真的 你不賺你傻瓜 人家在賣你的股票 你偏要還在那邊等人家來救你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不要這麼單純 我跟你講真的 這個社會就是如此 天天都很多人賺很多錢 每天很開心很笑咪咪 那你每天看你的股票 就不動為什麼 因為你會怕 你很緊張 你不知道該做什麼動作 我知道 這種問題交給鳳凰團隊 我一併會幫你做處理 有本事 帶你買也會帶你賣的 我有鳳凰團隊 包括這一份資料 台積電 4月15號 我要告訴你165塊 領先達到波段的滿足跌 絕對要賣出 我難道沒有跟你講嗎 我說你寧願給他買 你寧願 台積電一定不能買161塊的台積電 進來為什麼大盤會跌 都全部在跟你講台積電 風光不在 誰是真的誰是假的 最少我在161塊的這邊 告訴你要賣掉 我沒有跟你歌功頌德 告訴你他多好 怎麼可以買他呢 我一直跟你講 他是掩護出貨的一檔 非常重要的指標股 好那接著來講 我現在你有問題 說老師那那個 那有些低價的什麼 泰偉啊 包括波羅威怎麼辦 我也很想告訴你 但是我不想現在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我要你賺更多 你帶過來 我告訴你如何做規劃 這些股票都是長線本身的 底部去的股票 我請問你有什麼可怕之有呢 你真的要怕的股票在哪裡 你想要行遍天下 唯有了特工上選股 今天我們特工上選股 學到什麼股票 都是今天在節目跟你講的 不小心什麼股票 現買現賺錢 歡迎把電話撥通 也祝大超市民 年見 精品光雕設計 全球首創前後鏡頭 OIS光學防手震 全球首創HTC 觀喪高低音喇叭 長達兩天的電池續航力 超越極限 十分完美 HTC 10 中華大4G 獨賣HTC 10 64G 毫里加馬送 超越大盤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長盛軍 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賣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零耳2578-3777 2578-3777 西劇好物 趣味設計 居家生活 創意商品都在TTV iShopping 上網搜尋艾品網 水管阻塞 還找水電工 威猛先生 有效又划算 超濃疏通膠 深入水管 Google快速溶解 解決阻塞 解決阻塞 威猛先生